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五間總結 我是林梓彤 先和大家跟進內地股市收市的情況 看到內地股市全線向下的 互深300指數中午收市跌30點 跌幅大約0.8% 還有收補3689點 上證方面跌了11點下來的跌幅0.3% 3231點 深證成分指數跌了0.78% 跌了81點 10271點 創業版指數方面跌了6點 1691點 跌幅大約0.3% 看看港股方面 今天早段市都升得不錯 悶了幾天終於碰到27000這個關口 不過市市很快腳軟回落 曾經倒跌 不過恒指下午收市都升到9點上來 26861點 至於國企指數中午收市跌了11點 10770點 大市成交是489億多 這個環節 我們請來Jason和我們聊一下 Hello Jason 你好 梓彤你好 市今日雖然又再破頂 但縮水縮得很快 更加由升轉跌 後市是否要看回審慎一點 今天市況都有一些輕微回套 但回套的幅度 或者暫時的沽壓 又不算很恐慌性地叫拋售 在籃籌股方面 其實都不是見到一面左右的下跌 部分之前都升得比較多 例如騰訊方面都輕輕回了一點 但是回套的幅度都是很有限的 至於你說之前都強勢的匯豐 仍然都是有一個輕微的升幅 雖然都不是說升很多 所以暫時看回今天的市況來說 都算是一個叫高位整固的格局 暫時又未必需要說太擔心的 去到今晚聯署局方面 就有一個意識的結果會公佈 整體大家都會預期 這次就不會再加息 而且由於這次沒有一個 就是耶倫記者會的環節 相信也未必說會多看一些 關於縮表的內容 或者接下來的整體貨幣政策的走向 所以這個因素對於大市來說 應該不會帶來一個很大的震盪 反而要留意說這一陣子 大家還是會看回內地方面的流動性的問題 因為之前都見到Shyber是很急升的 去到上個星期開始 央行的邊都加大了營門購的力度 向市場注資的幅度也加大了 都令到內地方面的流動性相對寬鬆了 對於內地A股來說會有些幫助 但是都見到內地股市仍然是很分化 在創業版方面仍然是一般的 在滬芯300之前來說表現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今早來講就見到內地三大的股市 仍然是有個很明顯的向下 希望就不要對於港股後市來講 帶來一個很大的拖累性 短線我自己看行指方面的走向 暫時都是在26700點 大概10天線的位置 至上兩萬七這些位置 都會暫時拉鋸型態 好 今天早段市場上升 主要是靠油股推上去 國際油價昨天升了3% 都推升到的石油石花股 先講油價 接下來的走勢又會怎樣呢 油價方面 看到都是因為本身有些原因 例如沙地那边之前也说,去到夏年方面都会加大减产的力度,出楼方面也会尽量压低一点。 另外也看到美国方面其中一间很大的石油生产商,都说未来会减少资本开支。 大家都预期会不会整体,美国方面的油产量未必会再有很大的升幅。 再加上看到之前的油价都跌得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都借着这一类比较有利好的因素反弹回来。 但是现在纽约旗油方面都去到48元多,布兰特旗油都去到50元以上。 未来后市再向上的空间还会不会很大呢? 这方面我就有少少保留。 毕竟就算说沙地去到限产都好。 但是说OPEC其他的一些成员国, 例如本身是豁免了减产行列的利比亚、尼日里亚, 都见到在这两个月里面明显地将产量增加了上来。 当你说这一类的成员国都不断增产, 对于沙特或者其他OPEC的大国, 会不会接下来都真的愿意去到大规模的减产呢? 这方面我仍然还是有点保留。 再加上美国始终的业岩油方面的生产, 以及都见到最近这几个月整体活跃转井的数目, 都是有个明显的增加。 变相对于油价来要再向上, 我相信空间未必会太大。 维持之前的看法, 当油价去到大约55美元左右, 我相信阻力都会比较大。 那石油石化股又应该如何部署呢? 看到今天的市场虽然有高位, 即是回落一点, 但是三桶油仍然站得很硬正。 看到三桶油来说, 今天都有一个不小的反弹。 好像中石油过去半年里面都跑输了, 就是整个大市和恒指比, 或者和其他能源股比, 它都是相对比较落后一点。 那它今天叫做跳跌弹回上来, 纯粹一个叫做借油价反弹, 就追回一些落后。 但是始终中石油在基本面上, 都还是比较弱的。 一来就说, 如果计每桶油的生产成本, 它和中海油都是有一段的距离。 在说截省成本的效率方面, 中海油都是比中石油来说是优成的。 那二来, 亦都是看到中石油本身都是要面对 那个进口天然气业务的一个长期亏损的压力。 那我相信你说这些因素在来的日子, 都仍然是会困扰中石油的股价。 除非你说接下来有一些很大的重组, 又或者很大型的一些分拆行动会展开。 那否则的话, 我想说中石油的股价再向上的动力, 都未必说会太大。 那暂时你说这一阵弹回上去可能五个二附近, 那我都相信都会有一个不小的阻力。 嗯,好, 那今天除了一些有股之外, 那些有色金属板块的股份, 那些升幅都很显著。 看到光铜升到6%上来, 纹矿资源升到9%, 落木亦升到3%。 加能河升到4%, 中铝升到2%左右, 俄铝升到3%, 紫金都升到4%。 消息方面, 可以看回, 梁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同升到3%上来, 创了一个两年的新高, 同价今年的升幅已经去到第一成四了。 那这些有色金属板块, 又有没有一个投资的价值呢? 这类金属股, 又要注意些什么? 这类金属股, 就很行一个周期性的。 就是看到在今年年初, 即是第二季那段时间, 都有个回吐, 但是去到6月中打口, 就看到环球的铜价, 都是有个明显的上涨。 那原因, 一来就说, 除了中国方面的进口量是大升, 看到内地方面, 可能在汽车生产, 又或者是冷气机方面的生产量, 是有个提升, 所以对于铜金属, 有个更加大的需求之外, 也都是看到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 又或者某些地区, 例如印尼, 智利方面的铜矿就出现一个霸工, 都可能令到短期里面, 整体铜的供应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你说这些因素, 会不会是长期持续, 又或者当铜价升那么多上来的时候, 接下来铜的开采量, 或者生产量, 会不会就是重新增加呢? 那这一类的因素, 都仍然是会压制着铜价再向上的空间, 那始终你说铜价, 我都相信, 即是接下来大升的幅度, 就不会说真的太多了, 所以见到这一类的相关股份, 这一段都走过这么多上来的话, 那接下来要再追, 我觉得就要小心一点了。 好, 除了D資源股之外, 今天4条3, 恒大的升势都很凌厉, 发了一个营起, 不过恒大今年真的升了很多, 今天破了20元这些位置, 是不是差不多了? 应不应该在业职之前, 先吃了壶呢? 今次见到它营起方面, 都是有一些惊喜, 因为说它的顺利预期都会按年, 就是大升三倍那样多, 那你计算一下, 就是去年上半年的盈利, 大概就是20多亿, 那你去到今年大升三倍的, 也有80亿的, 那最主要原因, 都是因为它在今年, 都做了一些集资之后, 就将去一些的永续债方面, 就已经是常还了, 熟悉了, 那便上这一部分的利息开支, 又或者对于那个股东, 应战日利的摊薄, 都是叫做是消除了的, 那去年那盘数, 就只计算了, 就是永续债, 对于那个盈利的摊薄, 都有整是四十几亿的, 那便上你说, 没有了这一部分的摊薄之后, 那当然, 今年上半年, 下一个盈利的增长, 都绝对不为过, 那大家反而会担心, 或者是关注他那个核心的业务, 究竟他在卖楼方面, 做到那个量出来, 那在那个的毛利方面, 或者那个是平均售价方面, 会不会都有一个明显的减弱呢, 那这一方面, 都真的要等他接下来公布, 那个中期业绩的时候, 才可以知道, 那如果你说, 只说这个盈利的消息, 那今天的股价就升分一成多上来, 但是我自己看回, 在20元左右这些位置, 都会是有阻力的, 那现时才追, 同样的风险都是不小的, 好,那看回恒大, 中午收市, 19.98元升了, 大约是12.8%上来的, 今天谢谢Jason, 这么详细的分析, 有没有持有刚才提及的股份呢? 没有持有的, 谢谢Jason,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 还会有其他的直播, 稍后回来再见,